本節目有部份鏡頭可能引起不安 六十年前今天,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中國在大戰期間,估計傷亡人數高達三千五百萬 戰爭結束六十年,日本一直拒絕承認 當年違反國際法,秘密在中國進行細菌戰 十幾年來,中國和日本民間組織 合力揭發日軍當年罪行 中國受害人在日本打官司,提出訴訟 直至三年前,東京地方法院終於裁定 日本曾發動細菌戰的事實 但是仍然拒絕向受害人作出陪述 發國進言… 细菌战受害人周福谷 何英真今年三月 由家乡浙江湖南 连同十几个专程由中国来的支持者 去到日本出役细菌战的审讯 我的妈妈姐姐爹爹一死 我来到这里来套外公道 高中法院最后判决的是 如果判的不公 我们要继续起诉 要跟日本政府还要继续斗争 我们现在要求他的赔偿 一个不是作为战胜国 要求战败国赔偿 这是因为侵略战争 而且我们国家的赔偿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在战争中发生的违反人道的受害者 要求这个国家这个军队 对他的行为承担责任 要求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 这场官司已经打了八年 这次是第三十八次聆讯 也是东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前 最后一次的审讯 由九七年开始 黄选一直担任细菌战诉讼团团长 代表一百八十个 当年受到日军细菌战伤害的中国人 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 要求日本道歉 向受害人作出赔偿 黄选战后在上海出生 八七年到日本读书 断断续续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 他说日本民众对日军七三一部队 战时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罪行 一无所知 直到八十年代初 先被揭发出来 打了这么一场战争 这么几千万人为此牺牲生命 所以他如果不忏悔的话 不反省的话 真的这是一个罪恶 黄选远值浙江遗户 1942年秋天 七三一部队用飞机 向当地村民散播鼠疫菌 令到崇山村四百多个村民 染病死亡 其中八个是黄选的亲人 细菌战争问题 一个人就是说 一开始战后都是掩盖 还有一个他最终的战争责任 是在天皇 所以日本就是说 当时掩盖细菌战 也是为了维护天皇制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秘密进行化学和细菌武器研究 负责七三一部队的骨干队员 是日本全国的医学界精英 当时这个部队 是日军之中最神秘和最残酷的 在哈尔滨平房区 占地二十公里的地方 是当年七三一部队 在中国的总部 日军在这里试验 研究和生产碳锥 霍乱伤寒 和鼠疫细菌 作为武器 周福谷是黄选的同乡 住在宜乌市另一条村 1942年5月 他只有六岁 日军去到他的村 不单只抢掠杀人和放火 还散播鼠疫菌 毒死百几个村民 周福谷一家十四口 只是剩下他和爸爸 两个僥倖生还 战争杀人、放火了 就都被我忘记了 人家都吃饭了 我没有妈妈想起来 我吃这么苦呢 七三一部队 为了更深入了解 细菌的毒事 甚至将老百姓捉回来 进行各种人体实验 六年间 最少是三千人 被逼做了白老鼠 我想研究一下 人体体内有多少水分 那么他会把一个人 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就是一个大玻璃房子里面 那么就把人绑在这个椅子上 就用那个干燥的热风去吹 不给任何水喝 不给任何食物 就是把这人吹成木乃衣装 小宠梁红 1939年被编入七三一部队 到中国当兵 当时他只有15岁 他曾经在生产细菌的部门工作 又参加过人体实验的研究 日本的新洋军 一军在中国执行三光政策 三光即是杀光 少光和长光 部队是负责执行 杀光中国人的任务 我们由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 已经有很浓厚的 军国主义色彩在里面 教我们日本军队所做的 都不是坏事 即使做了坏事 都会被认为是好事 一九四年八月初 日本在投降之前 七三一部队 为了消灭细菌战的罪证 撤退前 除了炸掉所有的设施 还用毒气将捉回来做人体实验的中国人杀死 另外又将带有鼠液菌的老鼠放晒出来 结果令附近村民染病死亡 那我姐的灵车没回来 我弟弟就死了 因为我家死人开始的时候吧 村民还来到我家来帮忙 我买胎石啊 埋葬啊 后来一看人死太多了 人家都不敢来了 日本倒台以后 耗子多起来了 死老鼠啊 就在房子周围啊 走两步就可以看见 那都是刚死不久 因为你这个鼠液吧 人死老鼠也死 现在想起来的后怕 那真惨啊 要我说这个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段历史 那是抵赖不了的 你怎么的也抵赖不了 你把中国人残害的这个程度 你还不承认 只要我在有胜之力 我一定把这个送送案 尽管我活一天 我一定要跟日本政府斗争到底 旺选 十年前开始 搜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证据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私而不舍 帮一班细菌战受害者 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 中共并不完全要求经济赔偿 中国人要求的是一个困难 我们曾经在这些问题上回避 或者做出一些让步 但结果是怎么样的 这些已经影响到我们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的 如果说这个判决 他不能推动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他会带来两个国家之间更大的对立 在历史问题上更大的对立 更加互相不信任 所以这个对两个关系 都是要增加一些不利的因素 什么都不做 一美拒绝借罪 这个就是日本政府的做法 如果不将这种做法 彻底改变的话 两国的信蓝关系 就没办法可以修补到 日本政府 虽然一直刻意回避侵华的事实 但是60年来 日本民间一直努力搜集日军当年的罪证 甚至主动协助中国受害人 向日本政府提出撒上诉讼 把西云站诉讼推上法庭的 是日本和平运动 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是很爱过的 他们为日本的前途担忧 真的是为日本的前途担忧 小长金赵婷欣放暑假唱游首宜儿童乐园 挑战高空 还会送礼物给香港粉丝 今晚东张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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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老ア 像在 brit Nacho расс HP那个天 我的个人立刻帮我 很� � handout 我的样子变成最大 我也觉得我整熟了 我了解非常多感变 证 효在 trop 变成 ér 三個月等於學校有三年, 學校了 全城天聖, 靈寧香港小者 從心開始的美麗歷程 荷蘭甲組足球聯賽昨晚開球 荷華高師和彥浩分, 我都猜得中 看荷甲, 要裝SuperSun新電視 我是2005香港購物節特使 目標已經鎖定, 出擊 提升吃喝偷物戰鬥力 樂趣再創新功 抽獎卡絕不離手, 紀錄戰績 總值200萬元獎品, 隨時成為狼中物 爭取有利為志, 親身感受 幻彩永香港的真紅 一於全城出擊, 發揮好客之道 和女客一網打盡香港購物節的驚喜 喜歡她好玩? 唱卡拉OK 好啊 喜歡她純情? 三人行, 兄弟雙感情 開 幹甚麼?這次無論如何 我不會被你嚇到吵了 喂… 雅膏落生成實藥 下日有情願 星期四晚, 11點1 金曲精華串, 好歌熱唱 亡不了 自欠歌手, 紅館匯聚 齊齊由80年代玩到新世代 全程投入, 無得下載, 紅館一擊過 9月17號, 星光一一要補糧 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網, 即日發售 明珠猛片, 八月公映 明珠台, 全港最賣座的家庭影丸 本節目有部分鏡頭, 可能引起不安 兩個月前, 三十幾個日本人 專程來到瀋陽 參觀當年日軍入侵中國的遺址 了解這段日本政府一直刻意迴避的 戰爭歷史 1931年9月, 日本關東軍 以中國軍隊炸毀 瀋陽一段鐵路做藉口 向中國發動進攻 展開侵略東北三省的罪亡 海南有指, 五年前辭去電視台導演的工作 自知拍攝紀錄片 這幾年, 他拍了兩部片 採訪在二次大戰期間 因為日軍侵略而受過苦難的 印尼和中國受害人 和這班戰爭受害者接觸過之後 我才逐漸理解到 日本過去在戰爭中 對中國人做了很多壞事 我拍這套紀錄片 當是為我爺爺年代的人 在中國所做的罪行出一些力 海南有指, 曾經接觸過不少戰爭受害者 不過, 當他去到遼寧苦順平頂山這一處為止 知道日軍在1932年 將全村三千個居民集體屠殺 和摧毀當地八百間房屋之後 他覺得很震驚 我真的沒想過是這麼殘酷的 我真的不知怎用說話去形容 我想沒甚麼日本人會知道平頂山這個名字 真是很可恥的事實 日本人已經忘記了他們是家害者 只是掛著講原子彈爆炸 日本侵華期間, 教育國民 向中國發動戰爭 可以解放中國人的苦難 一起建立大東亞共援圈 一九五六年, 中國政府一度把九百八十二個日軍 監禁在虎順的戰犯管理所 後來陸續釋放他們, 遣送反國 這群被釋放的老兵 從那時候開始 致力改善中日關係 避免戰爭再次出現 兩年前, 海南友子在中國東北 花了接近一年的時間 採訪當地老百姓 怎樣受到日軍當年遺棄的化學武器 和炮彈所傷害 海南友子, 去年完成這套紀錄片後 安排在全國巡迴放映 現在中日關係不太好 我希望給多些人認識這個事實 讓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改變 作為一個女人來說 我在院扶不起眼睛的錢 我能把一個男人讓我偷, 偷到家住衣袖就死了 其淑芳的丈夫十年前收錄的時候 誤捉日軍樓下的炮彈 當場炸到重傷 為了幫丈夫尋醫藥費 其淑芳協落周身債 丈夫最終不治 盛下她和兩個子女生活結局 要記住在親友的家 你把這個炸的炸皮 我這些年, 我帶著孩子, 受老苦 我每天都是來上這兒來打工 我連房子住都沒有 馬上回去回到我姐姐家 白天就上這兒來幹活 我的兒子已經二十多歲了 他還沒結婚 不知道這日子怎麼辦 你沒有房子, 你沒有錢, 你怎麼辦 日軍1932年侵佔中國東北地區 製造大量生物炮彈和毒氣彈 戰敗之後 將毒氣彈棄置在荒山野裡 近年當地居民經常因為誤捉 這些生物炮彈受傷 甚至死亡 李國琴醫生 17年前 檢查一個在地盤掘出的鐵桶 裡面裝有日軍留下的戒指毒氣 被毒氣所傷 這麼多年來 肺部受損不斷咳嗽 身體受毒氣所害 夫妻姦從此不能夠有正常性生活 她是非常不人道的 我們造成傷害 我們必須要求日本政府給經濟賠償 並且讓她承認事實, 承認歷史 可以說應該向中國人進行謝罪 我爸爸在戰時去過中國 他完全不肯說在中國做過甚麼 雖然他現在過世了 但我始終是家害者的女兒 我覺得戰爭還未完結 日本人我真的覺得有很大的責任 日本觀眾看完這套紀錄片之後 主動要求海南有始 帶他們去中國探望受害人 表達關心之餘 希望化解對日本人的怨恨 我一直是恨的 為甚麼不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我一直從這死了 他已經去世十年了 我這十年都是律師幫著我打官司 到今天結果沒有 我覺得我恨不應該恨這一代人 是那時上一代人留下的 你讓我上去 戰爭戰爭 維護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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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月 東京高等法院 終於對歷時八年的細菌戰訴訟 作出裁決 法官維持2002年一審的判決 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 曾經違反日內瓦公約 在中國進行細菌戰 不過 就以中國受害人 無權以個人靈異 向其他國家提出訴訟為理由 撥回索償的要求 政府 裁判處不能夠對政府作出任何反對的意見 對於這個無能的三權分立現狀 我覺得好氣憤 我認為我們是三個抗議 他強調說受害者個人不能直接向加害者國家要求賠償 那麼就是說我們如果可以這麼解釋 那麼剩下一個可能性就是說中國政府代表中國受害者 向日本這麼要求賠償 所以中國跟日本之間在一點上要澄清的就是說受害者個人的賠償的權利沒有被放棄 法院裁決之後 細菌戰受害人決定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並且獲得接納 漫長的訴訟即將再度展開 中日因為六十年前戰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一天未認真解決 兩國人民之間的怨憤和悔咎 一天難以釋懷 我親眼看到這些鞋軍 以及看到這麼多受害者 我不能夠當沒發生過 我希望盡我所能 令到世界和平 以及維持日中友好關係 雖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但是我也覺得我需要努力去做 香港的新一代 在戰後六十年來 從未經歷過戰火洗禮 隨著飽力戰亂的人 隨隨腦去 戰爭遺跡 日漸被人遺忘煙沒 下一集鏗槍站 帶大家見證日軍當年 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 苦難歲月 也算是救命的 海人 比他人 corps不肯 你擠入高漢 爺漸 發生的才能做啊 最早是一樣的 உ在身邊操壞 然後是東漳西漠 然後是東漳西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